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药啊我都已经给你开好了 你就按照上面的医主定期服用就行了 说医生 你在忙啊不好意思 你去交费吧 好的 谢谢 毛医生 这是我今天早上做的桂花条头糕 带来给你尝尝 还有 我给你织了一副手套 当然现在用不上 等到天冷了就能用上了 医院阿姨 我说了你不要再给我送东西了 你为什么还要送 毛医生 你别介意 我特别喜欢你 而且你又怎么帮我 我当然得对你好了 你有时间吗 我们去天台上聊会儿 好啊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你的家在这儿吗 家里面的人都在哪儿呢 我现在就一个人 你上次不是说在我这个年纪你已经有孩子了吗 还是个女儿 你的女儿呢 毛医生 我还有事我先忙去啊 女儿阿姨 你现在说你是一个人 那你的孩子呢 你跟你女儿怎么了 毛医生 我要是能有你这么个女儿 该多好啊 那你自己的女儿呢 她现在在哪儿啊 她现在在哪儿啊 我们已经失散多年了 再也找不到了 好啊 音乐阿姨啊 咱们两个人分心非故的 一会我就让佩佩把东西还给你 我的事儿 从今天开始你都别管了 上次 到这儿了 甜点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 今天见到他了吧 见了 还好吗 我找他谈了 是吗 怎么样 我问了他很多的问题 他没有一句跟我说实话 他根本就不想认我 可能他还没准备好吧 你不也一样吗 多给他点时间 可能吧 我先过好了 阿姨您来了 我能单独搁你聊聊吗 快进来坐 马尔川 音乐辞职了 你怎么知道 他刚刚跟我告别了 你说他不让你知道 是不是因为上次他去找元昊 你责备他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事怪我 我大嘴巴 我缺心眼 我二百五还不行吗 我跟他说你喜欢元昊 他就去找元昊了 你说这不是出于好心吗 你犯得着 跟一个清洁工尽心计较吗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佩佩 那怎么回事啊 你先出去好吗 没人 你来说 你来说 他准备什么 我答案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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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拨打电话已关机 您拨打电话已关机 您拨打电话已关机 喂 小川 原浩 晚上能见个面吗 在哪 我们好久没来这儿了 我第一次把你叫到这儿来 还是因为你妈妈的项链 所以你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特别 有一种童话般的梦幻 灰姑娘到了这儿都能变成公主 你把我约这儿来不是因为 跟我讲童话吗 童话故事也可以变成现实 可是现实是很残酷的 他走了 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 如果当年他抛弃我 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那现在又是因为什么 你知道吗 我曾经无数次地劝过你 可是当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却举手无措 我其实无数次地我在劝我自己 所以今天我在医院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的孩子呢 他说他跟他的孩子失散多年 我们再没联系了 我是个活生生的人 我活生生地站到他的面前 他为什么不肯认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今天对他特别的不客气 他要送我东西我也还给他了 我估计我可能他伤心了 但是他不知道这二十多年 我每天我每天都在想念他 你知道吗 远昊 当时你跟我讲过 你跟你妈妈的时候 我也在想过说有一天 我跟我父母见面了以后 我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他们 今天我用的是 最脆弱 最残忍的风水 人可能就是这样吧 就是真的没有他自己说的 那么坚强 我觉得一个母亲 她会选择歌手 亲情 一定有他 一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我们都是受过伤的人 我们的妈妈会在那个时候 做出那样的选择 他们一定把自己伤得更深 所有人的伤口 不是随着时间慢慢地愈合 就是随着时间慢慢地溃了 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 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 你不仅仅是一个眼科大夫 你曾经成功地治愈了我心灵的创生 你有这个能力 你跟我遇到是同样的问题 我相信 你知道该去怎么面对 我的问题跟你的问题都不一样 我现在 看着他 可是我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过去 他发生了什么 而且我想不通的是他为什么 不敢直接来面对我 他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当年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把我给抛弃了 我又不是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猴子 我总该知道 我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有一封信 想让我转交给你 他去找你呢 我上次跟你说 我是医院的清洁工 对不起 我欺骗你了 我知道 您是 小春的亲生母亲 你怎么知道 她的养父告诉我的 那小春知道吗 他知道 她的养父 他也告诉我 你们还没有相认 是的 都说我不好 我主要是 不敢 我实在是没有那个勇气 我当年 我当年的那些举动 对他实在是伤害太大了 阿姨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那个 请你把这个交给他 我希望他知道真相以后 身边能有个人帮助他 我希望他 我想这个能帮助他的人 就是你 你看看吧 不过想看 我只能说 我只能留在这封信里了 你会不会让他 你会不会让他 那你不去 我去看你 你会不会让他 他就让他 要是他 你会不会让他 他就说了 我会不会让他 你会不会让他 我 会不会让他 年轻时的我 青春懵懂 糊里糊涂地爱上了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英俊潇洒的才子 喜欢浪迹天涯去写诗 你都快出生了 他还在草原没回来 不久就传来了 他在那儿失踪的消息 我紧张极了 但又没有办法去找他 就在你出生后的第二天 那边终于找到了他的尸体 我没有勇气再继续活下去 就想跟他一起走 这才狠心把你留在了医院 做了人生第一个错误的决定 当时我是真的不想活了 我寻找他生命的最后终结 到了大草原 看到了此生从未见过的壮阔景象 我仿佛明白了诗与大自然之间的隐秘联系 你父亲为了他心中那份诗情 把生命都留给了大自然 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也是一个伟大的男人 我突然明白 我要为他而活 当我回来再去医院找你的时候 你已经被送到福利院 我追到福利院 才知道你已经被人领养了 这个时候 我又做出了人生第二个错误决定 没有再去找那家人把你抱回来 而是选择了独自离开 我抛弃了你 因为我的年轻无知 因为我的懦弱自私 当我终于明白我犯下了这一生 无法弥补的过错时日 已经太晚了 这些年 我没有一天不在后悔中度过 直到在生死线上走过一回后 我才萌发了寻找你的强烈冲动 亲爱的小春 虽然你的生命是我给的 但我没有养育过你一天 我不配做你的母亲 你要爱你的养父养母 不要来找我 我自己会安心养病的 谢谢你 谢谢你给予了我 并无抗争的勇气 我会永远在远方 为你祈祷和祝福 祝福你一切都好 祝福你能早日和缘好 幸福地走到一起 这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是母亲的召唤 你应该去找她 如果需要的话 陪你一块去 谢谢你 袁浩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 还好是别有一个梦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耗子什么时候变猫了 孟先生 你是来美容的呢 还是来洗澡的呀 给我拿两罐摩罐头去 你要什么口味的 美式不加冰 好 哥 哥 我这弄得怎么样 没想到这么专业 我恨不得现在真的变成一只猫啊 喜欢哪只啊抱过去养去 得了吧 我和动物沟通的本事没你的 我就是来参观参观学习去 哥 哥 这夏天一眨眼可都到了啊 你这春天怎么还远替他父母啊 春天不是还没过吗 你别装算啊 你知道我说的春天是什么意思 老儿交代 和小师姐发展的怎么样了 我跟他能有什么发展啊 每天就在朋友圈 不能点个赞而已 哎我就不明白了啊 你说你没有女朋友 他也没谈恋爱 这天时地利人和的 没有任何阻碍 为什么就不往一块走呢 非要来场矿日持久的神交 什么叫神交 我现在忙得很 公司的事一大堆 每天晚上回去 还得陪我爸喝点小酒 喝点咖啡 谈谈天下大事 生活很充实 你说说你啊 三十多岁的大老爷们 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你说你不想着交个女朋友 天天就在那瞎混 爱情的种子什么时候发芽 那不是我能定的 那是天定的 你的意思是谈个恋爱 还得抬头问问老天同不同意 对啊 缘分天注定 你得爱拼才会赢 我的咖啡好了吗 我的咖啡好了吗 得咱们别戳着坐呗 坐 我现在吧 需要一个又大又舒服的坐位 那个 得坐我这榻 好 来来来来 我给你弄收拾 你收拾舒服呢 行 那个 您老人家喝点什么呀 冰咖肯定是没系的吧 我现在呀 只能喝白开水 得嘞 您等着 我来 我来 我给你拿点鲜牛奶 这个呢是我店里刚进的质量特别好 跟你说 营养丰富 对你肚子里的孩子肚子一定有好处 巴氏鲜奶 我现在待遇挺高啊 那是 您现在不是特殊吗 对不对 我说呢 谁这么有眼光啊 把我寄卖在画廊的话都买走了 原来是朱老板您啊 谢谢你啊 让我身价犯了好几倍 我这肚子里的孩子奶粉钱是解决了 谢谢啊 毕竟我们夫妻两场是吧 你现在有困难了 需要帮忙我不能够修手旁观对不对 今天 这个 几个月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跟你有关系吗 不是这孩子奶粉钱我出了 当然跟我有关系啊 也是啊 对 你出奶粉钱了 既然你那么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吧 现在七个多月了 你要不要摸摸 看看是不是真的 你的万一摸坏了算谁这样 也是 这万一摸坏了呢 我也没法和我的未婚夫交代 他叫吴斌 我觉得呢 他会是个好爸爸 吴斌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人啊 海归 博士啊 游了整个太平洋回来的 累不累啊 还年轻 帅气 和我只差五岁 小伟不是太多 什么时候玩上姐弟恋了呀 流行 关键是呢 他会对我和我的孩子好吗 你啊 就改不了这幼稚的毛病 他又不是你孩子的亲爹 怎么可能对他好呢 孩子爹不认哪 谁说我不认呀 我呢就是 不愿意结婚 但是我不排斥周末了 带着孩子一家三口出去 踏踏青赏赏春 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对吧 不愿意结婚 你干我什么 带云妈妈 老朱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一直是这种想法 你这辈子也别想你孩子叫你一生爸 不是你慢 慢 慢 慢点喝 那呛着 不是就刚才你说那叫吴 吴 吴什么呢 我跟你说啊 他如果想当这个孩子的爹 那必须得经过我同意 凭什么呀 因为我是这孩子亲爹呀 我一直想问你啊 我一直想问你啊 你说袁浩跟跟小春 他们俩还有可能吗 爸 我早就帮您打听过了 可我觉得他俩呢 没戏 没戏啊 为什么呀 您想啊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要是一个男的未婚女的未嫁 而郎有情妾有意 俩人正当年 这不早就干柴烈火一拍即合了吗 你说他俩呢 跟俩老古董似的 能拖则拖 能缓则缓 爸您知道吗 很多爱情的缘分 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你这个哥哥呀 你这个哥哥呀 他是有问题 生理问题呀 胡说什么呢 心理问题 你看吧 他跟珊珊好过 跟冰冰也好过 两次都分手了 伤着呢 我估计啊 他大概是不想结婚了 那就是急人不急人 爸 要我说呀您也别着急 要真的想让他们俩人在一块 我觉得还得您老亲自出马 我出马管什么用啊 他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呀 爷啊 你 还有那个朱涛 你们三个人是好朋友 在一块的时候 你多给撮合撮合 事成之后 我有重伤 说定了 说定了 那咱爷爷俩得喝一个 真的啊 真的 这个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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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您到这儿来吗 让我婚后善待你的儿子 我听说哈 您和简慧在年龄上面有比较大的差异 大吗 五岁呀 几乎可以忽略不济 哦 可是简慧接过两次回啊 再接就是三回嘛 前两次不是都跟您吗 这充分证明了简慧是个专情的女人 不瞒您说出了吗 简慧是我迄今为止遇到过的 最美的女人 成熟大气 有魅力 画的一首好画 还有丰富的生活乐理 这样的女人 您让我怎能不爱啊 您真善良 可是您想过没有啊 简慧现在在您眼里那是风情万种 但是等生完孩子以后呢 她一定会用全部的身心 去养育这个孩子 对吧 那用不了多久 她就会风光不在 人老珠黄 你说到那会儿 这么一个女人 你对她还会有兴趣吗 那您是不知道 不瞒您说主导吧 我这个人 有严重的恋慕情节 我就是喜欢年纪大的女人 年纪越大我越喜欢 年纪越大我越有安全感 你是担心孩子的问题吧 其实这大可不必啊 简慧跟我结了婚 她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我一定把这孩子 当成亲生孩子一样来对待 简慧对你有成见 结了婚以后 她一定不愿意让孩子来看你 我觉得这想法特别偏激 孩子多一个人爱 不是挺好吗 我不瞒您说主导板 我还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跟简慧结婚 我带孩子来看你 你要是喜欢这孩子 我就让她管你叫干爹 这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别扭 我亲生的儿子 我 我 我让她管我叫干爹 我跟简慧结了婚 她就是我的孩子一样 她还得跟我姓姨呢 人有脸 树有皮 你说这人要是没脸没皮 她就应该是个东西 我告诉你 简慧肚子里这孩子 是我们俩人生的 跟旁的什么东西 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还告诉你一点 这件事 说破大天地 不管走到哪儿 这孩子她都得姓朱 感情在你眼里 我还不是个东西了我 我没这么说呀 反正孩子姓朱还是姓吴 咱俩都决定不了 还得听简慧的不是 还有事儿 没事儿的话 我先走了 我的累不送你 哦 朱老板 感谢你啊 替我培养了这么优秀的一个老婆 我对你只有无限的敬意 结婚那天没事儿 记得过来喝喜酒 拜拜 好 我告诉你 简慧肚子里这孩子 是我们俩人样子 跟旁的什么东西 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还告诉你一点 这件事 说破大天地 不管走到哪儿 这个孩子她都得姓朱 厉害呀吴斌 真是表演天才 我最近没少给别人当男朋友 经验在这摆着呢 必须让你满意 够专业 但再怎么说啊 我也是个群众演员 您是文艺界人士 有机会帮我多推荐推荐 最好是台词多一点的角色 没问题 我有好几个同学啊 现在都做导演了 我一定历见你 太棒了 谢谢啊 需要我演到结婚吗 这个呀 还得看这个猪头 后边发展会怎么样 等我同志 随时待命 来 来 来 老远 好 来了老黄 千万千万千万别谢谢我 你看 西洋红 豪华济州岛五日游 一人两千游到年轻 很诱惑人吧 是是 游到年轻啊 老远啊 我们两个人的第二春了 来得有点猛 不抱 你说你花这个钱干什么呀 我要是想旅游啊 那我跟袁浩说一声就行了 他就是干这个人 不 这个是我用银行积分换的 再不用就过期了 而且又不花你一毛钱 你千万别问我 为什么找你不找别人啊 因为朋友里面我跟你最好嘛 而且这个是集体油 不是单独油 老婆 这个店里面事多 我走不开啊 工作是做不完的嘛 有句话说得好啊 再不旅行我们都老了 趁着我们手脚还能动啊 到处走走 我呢 谢谢你的好意 心领了 不瞒你说啊 一想到要办签证啊 护照啊 我的头大 这个血压 撑就上去了 那 什么都不要你操心 所有的手续啊 旅行社全办好了 你只要把护照啊 身份证给我 然后啊 定定心心的 等到出发那天 出现在机场就OK了 要不 还是算了吧 算了 那 那我也不去 那不 你为了我不去 那你是何苦啊 哎呀 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啊 其他人我又不认识 老袁 你就当陪陪我嘛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哎呀 我们俩半辈子都是为了儿女 到了现在应该为自己活了 你怎么老想不明白呢 好 我说不过你 我去 行了吧 行 老袁你就应该学学我 我们要懂得调节生活 对 调节生活 老婆 时候不早了 我也该下班了 你看是不是 是不是多陪你一会儿 好啊 反正我也没事嘛 那 我们一块吃饭 不是 我我我我我 我的意思是 我 我想回家吃饭 对外面的东西哪有家里好吃啊 那 我们俩一块去买菜 然后到家呢 你休息 我下厨 烧菜 你尝尝看合不合胃口 你要是喜欢吃 我可以天天做给你吃 头疼啊 不 哎呀老袁 你呀就是身边少了个女人 光靠阿姨不行的 老袁 我这个今天身体呢 确实有点不太舒服 要不改天 我再请你到家里吃饭 好 我答应你 说明 我给你和孩子倒了点汤 进来吧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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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汤味道怎么样 还可以吧 你尝尝那馅表 看是不是还原来那味 不用尝 闻着就是以前的味 那天有一特嗝的人到我那儿去了 说是要给我儿子当爹 是不是你找出啊 你说的是吴斌吧 对啊 他是怎么称呼这个 对啊 他就是我找的一群众演员 故意气你的 怎么样 演技还不错吧 不是你 你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搓搓我呀 对啊 这么多年了 我就是喜欢搓搓你啊 我每次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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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你 我都可开心呢 但是这次 我找人骗你 是为了你的儿子 既然今天你也来了 那说明你的心里 还有我们你儿俩 咱们复婚吧 我不是不是还是ike 我 JASON 不是 因为非常哀想 没需要 你纍刀换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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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搓搓搓搓搓了 ations